歡迎來到小小娛樂 今天和大家介紹一下剛剛出了兩集的韓劇 《喪屍偵探》 相信大家都一定有看過喪屍片 但大多數的喪屍片主要講述人類如何逃避 又或者如何戰勝喪屍 甚少站在喪屍的立場去了解喪屍 這套韓劇利用喪屍的角度去看人類 查案甚至尋找自己的身世 男主角由崔鎮黑飾演喪屍金武英 在某一天醒來的她發現自己變了喪屍 但完全不知道為什麼和怎樣會變 甚至變喪屍之前是誰都不記得 死又死不去只好鍛鍊自己扮演人類生活下去 在鍛鍊的期間導演利用輕鬆搞笑的手法 去表達出喪屍和人類的不同 而主角亦會抵死地說出喪屍的不便 例如行動緩慢 沒有體能 甚至其實說不到話 作為喪屍又不可以太餓 如果不是就會斷片 醒來的時候就會發現自己吃了很多生物 但主角都堅持不吃人類 最後喪屍偶爾得到一名偵探的人類身份 開始進入人類的社會生活 朴柱原飾演電視台探討社會問題節目的作家孔善智 性格爽快喜歡幫助弱小 對犯罪者不客氣會拳打腳踢 所以經常都要給和解費和醫藥費令她很窮 而她為了幫助有需要的人而做了這份工作 可惜因為自己的報道令一名小女孩於聖誕節被殺 所以極力塵宅這位聖誕老人真兇 兩人意外相遇 聖誕老人的案件跟喪屍金武英又有什麼關係呢 兩人又如何合力查案和找出金武英的身世呢 這套集結動作、經歷和喜劇題材的喪屍劇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到黃色ViuTV觀看 小小娛樂會不斷介紹韓劇給大家 大家記得訂閱和like and share 啦 拜拜